你知道在雷神寺的万神殿里都出现了哪些神明吗? 在电影《雷神寺》里,雷神和女雷神等人来到了万神殿内,寻求宙斯的帮助。 当雷神等人来到万神殿之后,就看见了许多个漫威故事体系里的神明角色,下面就按照出场顺序,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些神明。 当索尔等人走进万神殿之后,在第一个镜头里出现的是一条金龙,虽然并不知道他的名字,但有可能跟上期里出现的神龙有一定的联系。 随后出现的是魔力之神伊西斯,在聚集月光骑士里,就又出现了他的化身,他的翅膀被称为伊西斯之翼,在月光骑士里莱拉变身之后,身后的一对翅膀就是伊西斯之翼,随后这只巨大的眼睛是梦境之神,之后就是索尔等人提到的目光之神。 虽然没有出现他的身影,但是在漫威的设定里,目光之神其实就是耶稣,接着下一个镜头,就出现了长得跟包子一样的包子之神,再接着就是克罗南的神,明尼诺尼,也就是石头人寇格一族的神明。 有趣的是,明尼诺尼身后,坐着的是一个有剪刀制成的剪刀铁王座,当索尔等人入座时,他们前面的这个是鱼蛇神,也就是阿兹特克神话里的神明。 而这个穿着战甲的女神明,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和公义之神,还有这个只有头合脚的神明,她被称为毛神,在索尔含着口号迎接宙斯出现的镜头里。 她下面的这个是黑豹女神巴斯特,她和寇格身后的这位狮子女神塞赫迈特,是埃及神话中的两姐妹。 在电影《美队三》里,特查拉就有提到过, 在我的文化中,她死了,这不是结果,这只是一个距离点, 她将变成了极大的疾病,可以带你到那里的黄色帘子,可以永远逃避免。 在索尔走下神台的这个镜头里,出现的就是玉帝,在漫画里玉帝曾判定雷神是否有资格接替奥丁, 而且上戏里出现的神器使唤,就是由她创造的,还有这个白白胖胖的神明, 就是希腊神话中的九神迪尔尼索斯,当宙斯出现之后, 还出现了几个单独的神明镜头,比如艾尔尖女神, 和毛利神话中的战争之神马陶云卡,还有这两个造型怪异的是面具之神。 到最后索尔等人拿到宙斯的闪电之后,离开万神殿的这个镜头里, 则是出现了两个天神祖,左边是疯狂天神祖,右边则是天神祖元丁。 除了万神殿里的神明之外,在电影的一开始, 屠神者在得到黑死剑之后就杀死了一个神明, 这个神明就是太阳神。